欢迎收听帅哥最多的podcast 哇靠有事吗 还有在youtube上面收看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小茂 我是阿萍 今天没有帅哥 但是来了一位超级大美女 她素颜就来了呢 欢迎观影 哈喽大家好 我是观影 好久不见 我说真的 我没有请观影来节目之前 我还不知道她这么呛呢 我真的很伤 首先 她真的不是故意素颜来的 但是她很有种 她素颜来了 她也就是这么阿萨黎的上阵了 那你要我知道你要不好化妆吗 这样发书话来编画边 发书话来可能还要半小时 对因为我刚刚去瑜伽课过来 我就想说 我以为podcast不是就是像我们在 用听的 对就是用听的 然后可以很随性 我差一点穿睡裤或瑜伽裤来 还好我还有一点 一点 羞耻心 羞耻心 跟以前的职业病 我想说不行还是稍微你知道 可是我就想说还是casual没关系 姐姐我没有想到真的是这么正式 还好有打灯光 不然好可怕 但她真的很漂亮 对啊 有吗 姐姐的状态很好 真的啦 真的 姐姐的状态很好 我喜欢的女生不多 但是你是我喜欢的长相 真的吗 对 原来你喜欢 浓眉大眼 我喜欢有一点点阴气的女生 哦 晕俊的阴 对 我以为你说 阴气很重要 哈哈哈 你说会飘的 哈哈哈 我想说你不要 因为我们两个都七月生的就以为 而且还同一天耶 对啊 诶是吗 对啊 你们是同一天生日的人 没有啦 你是二号吗 对啊 对啊 哦对哦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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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知道我们都是巨蟹 做的是七月 但我以为是另外一个 也是鸽字背的 我以为他是七月二号 你是七月九号 因为我上次跟他相认 我说我们都七月二号 他说不是我是七月九号 我是我是我是 哦是你是你 对对 然后不好意思我刚刚 没事 真的没事 哈哈哈 就是他把阿比当成是录音师 哈哈哈 某种程度也是兼职 没有错啦 哈哈哈 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太土了 我已经跟社会脱节了 我完全不知道录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们要找我来录 哦 为什么要找录音来录呢 我也不晓得 有一天我就是 福至心灵 可能 宿醉还没醒 哈哈哈 我就鼓起勇气 然后我就用IG 私讯问他 说你可不可以来上我的节目 他就很阿萨里的答应 而且就是很 马上的就是 开始敲时间 对 就去年敲到现在 他那时候说要敲你的时候 我想说 我不认为你可能会答应 我马上答应 对 我有跟他说会晚一点点 不要是今年 因为去年的年底比较忙 因为他没有特别需要宣传什么 嗯 对 然后 我看过他出席活动就是 配备很完整啊 那我们 小节目又这么简陋 他会这么答应 我真的是有吓一跳 诶 我都可以的 我range很宽 真的很宽 就像你的频道一样 会不会太宽啊 很好看啊 很好看啊 我觉得很好看 因为我本来以为的 谢谢谢谢 观影是那种 焦滴滴的女生 嗯 然后他甚至 可能 不很不 脚踏实地的那种 可是我看到他 Youtube我吓傻欸 真的下手 对啊 就是怎么可以 这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诶 可是我从认识他 就是这样子啊 嗯 我就觉得他很脚踏实地的活着 可是因为你们是 可能有采访过 或是有见过真人 然后还有私下有点互动 所以我们没有见过 没有 因为 就是可能都在活动上 但是就是 就是 这种简单的访问 而不是那种 有私下有交流的访问 所以就比较 不会 观察到 你的样子是 其实是很生活的人 对 而且 就是 我对于 明媛啊 都有一种 比较 负面的成见 就觉得 你们 很假掰 我自己都有 没关系 你有吗 我们自己也不喜欢 这样子的 头衔 这都是 媒体给我们的嘛 嗯 所以你不喜欢 被称作明媛 明媛或贵妇 或什么的 对 那你比较喜欢的称号 是什么 你自己有喜欢的吗 嗯 什么女优啊 A片子 哈哈哈 听起来也比较性感啊 哈哈哈 对不对 但怎么办 就是这头衔一直跟着你 就真的没办法 嗯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每个人都有他的出身背景 你没有办法选择 嗯 的时候 你接受他 你不觉得 我们其实就好好的善用他 他也是可能 带给我们一些 比较 生活上的一些便利啊 嗯 我觉得常常我就变成你要去思考 他好的地方 你不可能 什么都要嘛 人不能那么贪心 所以我是ok的 那贵圈 哈哈哈 你们贵圈才乱 我们贵圈很 你们贵圈才乱吧 哈哈哈 我们贵圈最近很可怕 哈哈哈 真的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 你不觉得最近很多光怪陆鱼的事情 都发生在演艺圈吗 哦 你讲的是演艺圈啊 对啊 怎么可以复活 对啊 怎么可以有复活这件事啊 我真的也是吓傻了 帽帽哥有没有什么想法 他他比较老鸟 怎么样 没有啊 你看多了啊 你应该看多了啊 人死复生也是第一招 你应该比较年轻 但我跑新闻也跑十年了 可是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人死可以复活这件事 而且是被刺死 对对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想像 你由 你像 因为他的代言人 就是只有那个人嘛 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啦 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啦 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演艺圈啊 在那个时候 哦那个更早以前是 我其实十六七岁就有拍广告 然后我们站在校园门口 就会有星探啊 就来找我 所以那时候都是跟朋友去试镜啊 去好玩 试试看 后来又去了美国念书回来 然后也是有别的制作人 辗转问问问 才就是 就变今天这个样子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 你也出过唱片 你也演过戏 现在又是YouTuber YouTube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经历 但我觉得因为就是王思佳 邀请我去他的频道 才开启了 那我觉得我 你真的认真问我喜欢什么 我是一个蛮贪心的女人 我都蛮喜欢的耶 就是如果我特别讨厌这件事情 或不喜欢或我很排斥我都不会做 即便我今天来录这个Podcast 我真的没有听过任何人的Podcast 我对天发誓 因为不是不要听或是我不知道怎么弄 跟本来想尝试要 因为我瑜伽老师也有开Podcast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开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疫情之间 因为小孩也不上课 我根本没有时间 所以我那时候顶多我们只能看YouTube频道 然后不可能每一件想要做的事情都 譬如说这个也听那个也看 然后我就真的没有时间 一直到今天我就跟你 你那时候还说 蛤要约到二月 你会发现瞬间二月就到了 我今天真的要来录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措手不及没有准备 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更自然一点 那我觉得我也跟你够熟 我们有交情 应该你也不至于弄我吧 哈哈哈哈 我现在有录影全程录完绝对不可能 但你可以问我的那个小帮手 一柔我也问他 他就我从来都没有再多问他 我就说只要讲清楚 几月只要心里几月 我们人要到喔 不要到时候给人家放鸟 还是说要提醒人家一下 只有这样子 对他真的很阿沙利 我就没有在啰嗦 然后我真的 以前喝酒也是 没有听过Podcast 以前 我就来录欸 是不是其实有点危险啊 不会啊 就聊天啊 对其实就是聊天比较多 嗯 嗯 你自己做做YouTube 是不是也很自在 嗯 我觉得蛮好玩的 真的吗 我觉得有上片压力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压力 哈哈哈哈 因为我不是纯的YouTuber 就是当主页 嗯 我就慢慢的还好 那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 像这几个月我都没有东西拍 对他更新的很慢 我就休息 对我就休息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把它当做工作记录 家庭记录 嗯 好玩 嗯 然后分享 然后我也很喜欢室内装潢啊 旅游啊 什么就是分享而已 后来我发现我也没什么好分享 因为我后来看到很多人都在分享啊 但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当明星的时候 你都是被包装 不是你就每个明星都被包装的好好的 然后都超有神秘感的 可是你当了YouTuber之后 你的老公小孩都要暴露在大家面前 可能你穿个睡衣 你没有化妆 你都要暴露在镜头前面 你可以适应吗 还好耶 我的YouTube频道比较没有曝光 我有另一半那么多 小孩稍微多一点 嗯 但是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有个停损点啦 我有想过 那刚开始其实我也很排斥 我是刚开始第一台的时候 我是没有曝光小孩这件事情 那后来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越不曝光 然后大家好奇 我就带小朋友去一个地方玩 我就抱着他在那边玩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妈妈就 拍照 全程拍影片 就拍拍拍拍拍拍 还拍到我们的可能阿姨啊什么 就一直拍 然后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虽然我不知道他会拿来做什么 后来当然小孩慢慢长大了 我就PO了几张以后 就瞬间就是有那种 你们说的那个叫什么 呃秀 baby 狂人啊 晒 晒娃魔人 真的有时候会突然间就上瘾 你就觉得好可爱好可爱 每个时期都好可爱 你就开始分享 可是到一个 然后中间又碰上疫情 然后我生了老二啊老三 我觉得 其实我有思考过 有一天还是我一个停损点 因为他们现在也开始会了 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这样子 我女儿会有偶包 然后儿子是 妈妈你是不是又在说 我说我明明在滑手机 我没有在拍你 自己想太多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慢慢懂是有想要自己的空间的时候我觉得也会有个停损点 只是我现在还没有设定是什么时候 那但是在YouTube频道你刚问我的那个问题 其实还好是因为我自己你说素颜穿睡衣什么我都还好耶 因为我其实平常就是这个鬼样子 而且我还反而觉得 因为我现在也不是演员了 我觉得这个反而让我觉得跟大家可以贴近一点 但是当然也不用到我看到很多都是又太太没有防备那样子 对那个是另外一个 所以其实YouTube也有分耶我觉得 有分不同种类型的 等一下你说你现在也不是演员了 你没有想要再回头做这个 我有没有十多年没有拍戏啦 嗯 对啊 不会想吗 嗯 不会特别想 但是也没有不想 嗯 如果有好的 可是我都觉得要跨出那一步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跟勇气耶 嗯 我还是觉得 其实在YouTube我为什么那么开心 就是我觉得做自己好开心喔 对啊 好好玩喔 想要讲什么讲什么 对 不行就剪掉 你真的有认真看吗 真的有 你最喜欢哪一段 我最喜欢哪一段 就是你跟你小孩互动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你就是一个 妈妈 考试耶好恐怖 对 因为我真的有看我真的 就是 好今天 今天来的来的我最期待的就是跟你聊天 好谢谢 真的吗 真的 蔡明佑跟郭子啊 刚刚那一集喔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你们有换衣服的吗 没有没有 你们不用每一集换嘛 嗯 一开始会 大家都知道你是跟哪一间床 没关系 哈哈哈 因为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很少女明星会愿意 把自己真的当妈妈的样子 拿出来给大家看 那也还好 你会带他们去沙坑玩耶 妈妈都会 你妈也会啊 我妈也会啊 可是我妈不是女明星啊 所以你们在 你们停留在哪个年代 什么意思 那个年代 女明星都不出门 晒太阳 做带小孩的事情 可是他们 应该是说现在女明星 maybe会做 但是她不见得 会拍出来 让大家看说 我就是一个妈妈 那你看女明星也会拍她们素颜啊 或 从年轻眼到老 还是有那种 可是那都是演戏嘛 在戏里面 不是那么真实的她自己 而且很多女明星 很不想要被跟妈妈画上等号 嗯 嗯 超多的啊 很多 很多明明已经当妈妈了 然后发稿 还是希望你不要提她是妈妈 对 甚至连女儿都 就是那个 甚至连女儿都不要写 真的喔 我觉得保护小孩隐私 那是另外 但是 但偶尔会问到 他们也是会面露男色 喔真的啊 可能因为是不是夫家或者是 这一点我是比较 自由派一点 我还好 我没有任何太 就是我跟我先生彼此之间 我们都还蛮有自己的freedom啦 有时候我觉得 其他女明星还是有她们的顾忌啦 她一方面又要当女明星 一方面又要当人家的媳妇 嗯 然后又是人家的太太什么的 也蛮辛苦的啦 那我是这一点 我觉得我是比较 幸福 嗯 很幸运 好为了证明我有看 我要发问 哈哈 就是你去坐那个 双层餐车的那一集 哦 我看完我超 超好奇 就是说 你们就是边边坐车 还台北市嘛 对对对 然后边吃东西 对对对对 他们那些餐是怎么样 都做好了吗 还是在下面煮 对他就是包在里面 哦我不晓得欸 那应该就是做好 因为那个好像 像空厨这样吗 对对对对 之前有一些是新鱼包下来的 然后就很像飞机餐 对对对对 因为它看起来真的都很好吃欸 对还不错欸 我有吓到 而且我觉得 你要看你知道最辛苦的是那些 空服员吗 服务员 服务员 送菜 真的很辛苦欸 因为很吵 然后他们那个走道很小 然后他要走路还晃 然后还要边拿麦克风解释 他们到底要需要多忙 解释这道菜是什么 对啊就一直解释 我们现在要干嘛 我们到了哪 还要解释台北警舍 警舍 我们到哪里还就要 所以其实 我说哇 每个人的工作都好不一样 跟很辛苦 然后我自己已经 你问我那些问题 我根本没注意 因为我光是弄小孩 我已经快要崩溃了 他们一直给我换位子 一直换位子 然后说带好安全带 然后我转过了 他已经拿掉了 然后这边已经 然后说妈妈我要过来 然后又拿那个叉子 然后我就 真的就是 一瞬间你好像有十件事情 要同步在忙 可是我正在看的就是这个欸 所以你们喜欢看的就是 女明星狼狈的样子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你们这些人就是 小似明星态你知道吗 没有我觉得你很厉害 就是 小孩子很平的时候 你也没有爆炸啊 那我问你现在知道 有个镜头在拍你 你是不是稍微收敌一点 难道你就直接这样 啊 反正可以剪啊 你给我坐下 你 如果你真的发疯 也会猫好笑的 我有时候还 因为我脚比较长嘛 我以前又学跳舞 我都会自然反应 用脚顶一下 对不起 没事 给我坐下 你一边脚在勾这个时候 这边在勾这个 对啊 而且你有三个同事 要处理真的很厉害 那我当然还有阿姨帮忙 那你有没有看 没有阿姨的人怎么办 所以那些妈妈为什么会有忧郁症 然后我觉得真的要体谅他们一下 真的很辛苦 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密集的 而且你还要维持这个那个 四年里面生三个 为什么我要 对啊 第三胎是真的有一点神来一笔 要是因为要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想要的 但是四年三个当然不是说我可以真的 因为我觉得生小孩不是你计划说 就是抢生就可以生 妈妈跟我我跟你约二月 来哦 就就来啊 所以我就说很多妈妈会跟我很神奇的说 我想要生一个巨蟹做宝宝 然后哪一年数什么 怎么可能 他们不是说龙年就很多 对对 农年宝宝很多 因为我属龙嘛 他们就说我们属龙的都很竞争啊 同年纪啊什么 然后我就说这好不可思议啊 怎么可以这样算 那个东西也不是说 你算就有 就算现在有这样子的科技 你毕竟你放进去不是说 听说也要着床才有办法 对 你现在觉得太 对你来讲太深了是不是 没有但你不是 你都是自然的不是吗 应该说我有一半一半 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是你问我 那为什么我没有特别说是因为 私底下有几个朋友知道 因为没有人问我啊 我觉得很奇怪 好像当我长这样子你知道吗 你就是super mom 你就是反正你们有钱 你一定就是厉害 你就是怎样 然后或者是人家不好意思问 也没有关系 可是我觉得当没有人在问的时候 就就没有人问了啊 然后就这样也过了好几年 我就觉得说 然后人家都说 当然做妈妈很辛苦 可是没有人知道 其实我怀孕过程也有辛苦的 只是一方面我 我不是说爱面子报喜不报忧 是因为我觉得 我多说什么 很多人要嘛就很奇怪 我长这样子啊 人家就是不相信 不然就是哎呀你要讨 炒拍 博人同情 博人同情 那我也不是喜欢靠这个 比如说炒心丸或什么 所以我也就没有多说这样子 你还想问什么 没有我没有听懂哎 可是 你的意思是说你有一半是做的 没有应该这样讲 妈妈 除了古代人就是 自然 怀孕生小孩 现在有很多方式 有吃药的啊 有做的 有什么打针 什么各种的 所以现在科技很发达 有很多方式 那我讲了一半一半 就是说我可能那个时候 我自己也知道年纪比较大了 嗯 我会有一些方式 我希望不要 呃 因为那个时候我结婚 当然有一阵子也在忙 别的事情 我也觉得差不多了 因为我 我比较 觉得说这个事情 如果你把它放在第一 生小孩这件事情 你把它放第一 你就要赶快把它放第一 嗯 所以我们都有同步进行 这样懂我意思吗 巨蟹座 是吗 怎么样 就是母性啊 然后爱家的那个部分 跑出来 嗯 可能吧 嗯 但不用休息吗 身体 哦 你是说 就是怀孕 对因为你一定有经历过就是 你刚生完 可能就又要怀孕了 然后还要再带小孩 我觉得那个东西 光想就恐怖 那个东西就像 你们爱帅哥的意思一样啊 哈哈 当你开启了那条路 他就停不下来啊 那我现在放一个 你很受不了的男生在你面前 但是他可能有其他方面 他非常的 擄获你的心 你可以吗 放一个我很受不了的男生 就你很喜欢的 比如说你喜欢帅哥 但是他的个性很可爱 但是是一个 我不喜欢的长相 嗯 不行 对啊你看 哈哈哈哈 我就是这样 他就是开启了生小孩的模式 对他就一直来啦 那他就让他生自然这样子 是这个意思 对啊 就停不了啊 就是因为你四年生三个 然后你可能又要生小孩 又要被孕 那可能还要同时带小孩 你那个那个过程 你没有很崩溃过吗 没有 我 不会让自己 在这个时候太崩溃 是因为 我太知道我身边的朋友 比我更难怀孕 不能生小孩 还有婆婆的压力 妈妈的压力 老公的压力 我都没有欸 嗯 我没有公婆要伺候 嗯 我父母亲还算蛮开明 给我空间 然后 我先生就很ABC 比较不是那种 传统的男生的那种 嗯 然后他也非常Hands on 很能带小孩 然后我们都能沟通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还好 我是还蛮享受怀孕的那个过程 有辛苦的那一面 但是 嗯 我现在回想 我都觉得还好啦 就是偶尔靠杯一下这样子 但怀孕就不能喝酒欸 哈哈 嗯 可是怀孕还是会让你的身材 可能有一些 欸 怀孕不能喝酒 但是我有 不小心 我没有通过 第一胎不敢 第三胎是不小心有誤 喝的时候 哇 原来酒这么好 哈哈哈 但是后来就也还好啦 我没有 我觉得怀孕那个时候 我觉得那个妈妈的体态 会改变你的身心灵灵 你根本不会想到那边去 你是爱喝的吧 算爱喝 对 那你等于你四年生三个 你就等于有三个十月 三十个月是不能喝酒 对 然后再加上坐月子 坐月子 有人喝不是什么 鸡汤超酒鸡 那种 我是没有 可是我那时候也没有 怎么受得了啊 不行啊不行 我又脑误了 因为要那个喂奶啊 哦那就不能补 对 对啊 怎么熬过来的啊 还好不用生小孩 还好啦 所以她现在比较少喝了 对啊 所以我现在酒量也变很烂了 我现在很少喝酒量变很烂 但你以前喝酒真的很阿沙利 嗯 有点太阿沙利 我记得就是她那时候出唱片 欸你为什么要出唱片啊 就好玩啊 然后就有在夜店 我现在也是可以唱好不好 没有 我的唱字是破音的来唱 十首歌有两首歌词是我写的你知道吗 真的啊 对阿 你有什么名字 我在录完再告诉你 好 讲出来快点 你自己都忘记对不对 对阿笔名都忘了 但你知道哪两首吧 我知道啊 另一半 嗯 跟关不掉 我有这首歌 我有另一半这首歌 关不掉是不是主打 吗 呃不是 你有没有觉得她讲话 有一个发音是很好听的 嗯 真的吗 就是你的咬字 没有人这样说过欸 你的唇齿音 我快流眼泪了 就是没有那么 不是那种 你有不卷舌的时候 但是你的卷舌音非常的好听 而且不是刻意的 嗯 就是自然 不敢 你就自然讲话就好了 哈哈 现在没有喝酒真的很难吃 而且你个性好好喔 对 就是以你的家世背景啊 财力 你应该是会 很容易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人 根本就可以用横着走路 都不会有 你不知道我刚刚是横着进来 哈哈哈 你不知道我是人前人后吗 我也是有很讨人厌的那一面 例如 例如很没有耐心啊 嗯 然后我会太要求完美 也是很 把自己搞死 也把身边的人搞到疯掉 也会啊 我看你秘书的眼神有没有惊恐 哈哈哈 就是因为难免我觉得就是 就是还是会有要求啊 然后急性子啊 都会啦真的 真的 那你为什么会跟王思靖 那么合得来啊 这个不是我们故意的耶 很奇怪 我想不出你们两个是怎么交集在一起的 我们他那天有讲 他说我们应该是上辈子是 不是情敌就是 一个正宫一个小三 或者是说 就是我们有一些很奇怪的孽缘 我们是孽缘喔 我们不是正缘喔 你不觉得我们在一起就是在那边吵吵闹闹闹 那边屁里啪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反而这样很好 因为不打不相识 我觉得反而你说 喔我们是什么 闺蜜 你讨厌闺蜜两个字 哈哈哈 我受不了 但我也很少看到思佳有这么尊敬 或是有微微惧怕的人 有吗 他有惧怕吗 也没有到惧怕 他就是会比较离让你 因为他是姐姐吧 对啊 可能因为 我还是比较自身一点 但不打不相识是怎样 也不是说我们有吵架或什么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 斗嘴啊 好玩什么 应该是说 现在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一起聊 是因为 本来我们就是爱买东西 嗯 然后爱买以后 他就真的很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崇拜我的穿搭 他喜欢 然后他就会私讯我 你说同色系这件事吗 或者是什么 或是小香啊 同色系好像我色盲 我也突然放他 那沙发的套子给我拿下来 给我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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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为什么他讲的好像 对不对 但你今天没有同色系 对啊 我今天没有啊 你看我脱裤子跟你说 我上一下都没有配合 他的内裤是肉色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 是人的肉眼色 我不想知道 哈哈哈 你知道gay最怕这种东西 我也是跟蒋哥 在赌博 嗯 我们在过年小赌 嗯 然后就一大群人了 他忘到不行 你知道吗 我就直接这样 哇 张哥你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穿sports bra 然后戴永烟我们已经很熟 我这样 张哥你看不知道 然后他就这样 哈哈哈哈 然后我不知道他骂我什么 就很好笑 他说你给我滚远一点 哈哈哈 因为我知道gay最怕这种东西 对一定会尖叫 对啊 早上两点都漏了 那你的 你的应该很好看啦 好像也还好 可是 我觉得这跟好不好看没有完 就是没有想要看 对啊 你们又不会喜欢这种东西 啊观影的我可以看 哈哈哈 真的 你现在暗示什么 我可以convert你 我这个魅力就 我可以把gay convert 转回来 直直男 今天我走出去这个podcast 我真的觉得 很荣幸 我真当女人 真的是不枉我当女人 哈哈哈 我就说我喜欢就是有阴气的女生 嗯 我小时候觉得说 嗯 如果我要喜欢女生交女朋友的话 嗯 有两个女明星是我会喜欢的 嗯 真的哦 一个是杨采妮 嗯 一个是贾靖文 嗯 哎没有观影啊 就是我小时候嘛 我小时候她还没出来啊 哈哈 你那么年轻 她长大之后 杨采妮跟蒋靖文 好 不一样哦 杨采妮 她的眉毛就是 类似你 对 然后贾靖文 其实她是后期才比较女生 对对对对 她演家家福的时候 她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女孩子 你不要透露我的年 没差啦 对她也是可以比较中性的 嗯 嗯 所以王思佳 哈哈哈 所以聊天为什么一定要设定呢 没有我想知道 就是说你们的那个友谊是怎么开始的 我们其实很久以前就认识 比如说跑活动啊什么 我都见过 我们都互相认识 我当然也认识过她 比如说以前她的前男友啊 或者是真的真的或我的 都是互相认识 那我倒没有跟她特别一对一 但是我们就是一群朋友 然后也有喝酒出去玩啊 泡夜店啊 什么唱歌 但她不喝酒 那我们但是我们都hang out过 那后来我觉得她又很喜欢我的东西 她真的就是跑到二手店去买我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她很好笑 那hangout的过程就是已经是舒服的了 但是舒服的 她很好笑很有幽默感 而且我觉得她是个上道的女生 比如说为什么我会愿意去上她的YouTube 节目就是因为她跟我说 我就焦虑啊 你知道妈妈总是焦虑的 巨蟹座就很焦虑啊 你不要看我这样我是很焦虑 然后我会紧张我会想 她是狮子座就大勒勒的 然后她就说不会没事 我说你少在那边给我见了 你说没事 可是往往越讲没事就越有事情 通常是这样 然后她就说我给你看盯剪片啊 我都给你盯啊什么的 我说真的吗 800次剪800次你都ok 她说ok 反正又不是她姐 对但是总是别人去做公司 那我就说我很麻烦 我就丑话都讲在前院 我就发现她很有诚意 然后她就说通告费 当然不是说我要赚这个通告费 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她的诚意就是让我觉得 她才因为我一定是至少把我身边的工作人 take care好 我那天就是说我唯一就是我带了一瓶酒 这样子 等超久 真的等好久好久 就像拍戏一样一直等 我不知道他们在塞什么 塞这样 塞这个那个 打光 因为你们两人穿的很那个啊 可是我就看不懂我什么那么久 我就自己在那边喝酒 我就先醉了 我还没录我就醉了 也是我的第一次 原来那是有点喝醉的状态 而且你知道我很吃亏就是我喝醉不会 被看出来 看出来 不会脸红 结果她就 她就也知道我醉了 她知道她很聪明 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生 她看到我大舌头 然后眼睛都已经没有焦距了 然后我就 然后她就慢慢 她就慢慢她说那你多喝一点 她就引导我 噢噢对对对 然后后来中间真的好多好 Rubrum 份都看到啊 ハハ intellect 躺着路啊 然后这样子就是 然后说什么时候可以换衣服 她都知道啊 什么时候换衣服 干嘛干嘛 然后因为那个衣服还真的很紧 紧到我回家这一圈呐都是红的 对她觉得怎么当女明星 当女明星也辛苦欸 不要这么辛苦 但是我只是录YouTube 也已經不是明星了 怎么也那么辛苦 然後但是她 也是明星 后来她就把她全部剪给我看 说这段 他說本來他們想要這樣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一定是有 譬如說收視率有那個 但我說不行 這個有一點太誇張 我不想要有人來打電話關切我 譬如說長輩啊 或是前經紀人那種就是來關心 我說還是不要太誇張 因為而且我總是我的第一次 他就很好 他就好再剪掉 剪了大概也是八百次吧 所以我覺得他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他是一個在工作上 在私底下他都會take care到 而且他可以跟我聊很多東西 現在我們也都是媽媽了 所以從媽媽金 然後媽媽愛買 採買的小朋友的東西 從玩具到文具到什麼 然後他會問我學校的事情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 然後當然他 我們也會聊精品 聊什麼都聊 然後我就發現他好好笑 然後反應又快 那我是反應慢又很焦慮 然後我就會一直 他就會讓我覺得 我跟他一起 我是舒服的狀況 而且我們都是做自己的狀態 不是那種說在那邊 你知道嗎 很難得在圈內有這樣子的友情 對 但我們也不用說 而且我覺得好朋友也不用說天天見面 也是可以就是互相關心或幹嘛的 而且我們有很奇怪的一個緣分就是 他我如果跟他說我今天怎樣 他說我也是 然後我說你少來 他就真的傳一張照片 真的是我們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然後或者說他前後我們去可能餐廳或哪裡 就前後都在的很詭異 所以我就說我們真的是孽緣 我們可能以前真的是一起愛上一個男人 想法跟品味都很像 有一集就是他去你就穿睡衣的那一集 你知道有多荒謬嗎 還子宮對子宮 哈哈哈哈 因為我看一下 兩個人 那個真的 因為他每次都穿大禮服去他的節目 我就說這次可不可以輕鬆 我們就在一個 我們就躺在床上聊天 這樣子才有讓人家覺得好姐妹的感覺 因為那天要聊的就有一點類似閨蜜 你還問人家第一次 蛤 你還問人家第一次 哦 你知道我常常詞窮 嗯 那我就突然間 她詞窮 突然就說那你 製作人就說那你想一些問題 哦 所以我都想了問題 就說突然就很砰那樣子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她不是平常都很 因為這是閨蜜的人 對她平常不是都很 靈牙隱形 她就突然間 對她也知道 雨色我覺得好好笑 可是這不是就是觀眾想看到女明星 很雨色 或者是害羞或什麼 所以也是 也要弄一下她 每次都她弄我對不對 所以你第一次什麼時候 哈哈哈哈 嗯 嗯 八歲吧 你不要等一下又被黃標了 她剛才說有人黃標你們 然後 你現在還敢問這種 我們很常黃標啊 如果能夠問出關影的第一次 被黃標也是蠻值得的啦 不要鬧了 哈哈哈哈 那你第一次什麼時候 要看哪裡 跟男的女的 哈哈哈哈 跟男的女的 她只有跟男生 對啊 有一些 有一些 女神仙 沒有 所以你從小 三歲可能就知道說 三歲定生死 我這一輩子不會愛女人這樣子 三歲真的也太誇張了吧 三歲真的也太誇張了吧 不知道 大概國中左右吧 沒有 不可能 我覺得像小孩很 因為我問我小孩 我不是問她這個東西 只是言語之間很自然的知道說 哦 我喜歡這個小女生 嗯 我喜歡美女或什麼的 那我就會知道 哦 她大概性像 這個是現在啦 嗯 我就感覺他們滿成熟 都知道這個東西 我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 都跟同一個女生配對耶 而且我那時候覺得我真心的喜歡的女生 我們兩個就是班對這樣子 那我相信你是 你是喜歡她 可是應該是喜歡她 因為你欣賞她的 喜歡這個人 對 喜歡這個人 我覺得我小學的時候是女同志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那麼亂啊 哈哈哈哈 你們這個會不會教壞年輕人 我的意思是說 已經搞不清楚 他們可能比我們還懂啊 哈哈 也是 是我們應該現在要多懂一點 對啊 那可是像你 我現在真的要學很多東西 為了小孩耶 像你提到你的小孩 如果她突然說 我最應對女兒可能 我最應對覺得這個女生很不錯 我跟你說 我們都想 我們做家長的都想過這個問題 我會一開始會有一點點心疼 難過是因為我覺得 出去外面社會的眼光 嗯 一定會有 但是我覺得媽媽還是媽媽 一定是unconditional love 我當然還是會支持她 會愛她 因為我覺得 因為性向 就 反對 或者是那個太離譜了 我會 一定是全力支持她 但是我可能就會 教導她 一些 就是說 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觀念 跟 對對對 就是 不要讓她 那就是希望她不要在外面受到 欺負 或欺負 這樣子 但是像 呃 你們家比較是旺族嘛 哈哈 就如果 還好 你的小朋友是同志的話 他在家族裡面會 承受比較大的壓力嗎 不會啊 我覺得那個時候他們長大了應該 社會應該相對更開放 對 接得好 嗯 我剛剛差點說一些不該說 哈哈哈 不是啊 我講真的啊 那個時候 真的 那有些我是覺得說 有些老年人自己也要改變他們自己的 想法 想法 因為我覺得 人還是最中道語 你不覺得還是 你是不是善良的 嗯 你是不是善淚 而不是 對 這些東西 就算是男女之間也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啊 嗯 嗯 你現在工作人員是很多對不對 嗯 我看你常常出席活動 然後也帶小朋友去 嗯 他們 喜歡嗎 不喜歡 我就一直嘗試 嘗試發現了 因為譬如說像這個月還是下個月又有一些珠寶品牌活動啊 嗯 這個什麼的 有些只是晚宴不一定有媒體 但是他們自己會發媒體或者是不發 但是重點就是他們問我我前面有時候我不想去是因為真的很累 但是有時候想去就想說跟品牌有一個已經蠻好的關係 那我覺得有時候他們也很體諒我們 所以我們就互相 因為有時候拍雜誌封面的時候 他們是就是全力 第一時間就 配合 我覺得那都沒有關係 那我老公當然是比較懶得陪我去這些東西 我就想說試試看帶小孩 所以我一個一個都帶了啊 不同的我都去年都嘗試過 後來發現 姐姐比較可以 兩個男生就 你知道跑到 你知道我平常這樣可以 我是要 穿禮服 然後高跟鞋 我就想天啊 而且那個時候那種場合你又不能說 plus one加一個位置說 可不可以有個保姆在旁邊也不好看 對其他的VIP客人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當然就是自己帶我就是快昏倒了 然後 所以你沒有小幫手 沒有沒有 那時候去的時候當然沒有啊 你自己一個人 還好啦 一對一像 那你這樣講的都媽媽會來圍攻我 一對一算什麼 可是因為那種 那種還有一些相對的 因為媽媽的時候就是媽媽 你那個時候除了是媽媽 你還有一些的角色在裡面啊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有時候也覺得蠻誇張 然後他又一手抱他 然後一手還要拍照什麼 很麻煩啊 像旅遊也是啊 就是又要拍 然後現在怎麼 怎麼年輕人這麼多 那很費工 要拍橫的 喔 我那時候又要因為才知道 YouTube要拍橫的 reals要拍直的 影片 影片拍完好照片 然後還要特寫 我覺得說好累啊 你很專業啊 這部分一點都不ㄎㄧ 沒有 所以很累啊 我就拍一拍 我就說 就你要準備很多素材 還有那個要這樣拍的那支 不是用手機 我後來就說 那種的 我就說不要再用那個 因為我回家還記得去海邊 還要擦 擦完要充電 我的黑眼圈已經掉到這 然後我還要弄完 然後再弄好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乾脆用手機不是比較快嗎 也可以 然後那個製作人小孽就說 不行啊 關姐你要練習用這個 然後下次教你 我說 教個屁啊 我說 你教會我 沒有錯 我會 但是當你有三個小孩子 你根本就顧不了這一支 真的 因為光是你要帶這些東西 我還要組裝 在拍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 往生一半了 真的好累喔 所以我有時候在看你的影片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你會以為我有一隊工作人員 你到底何苦 對阿 我何苦 其實我有點 到底是為了什麼 你不覺得我們巨蟹座有點勞辱命嗎 in 真的 好像是 有一個方向 我不會講 我覺得有一點點 比較被虐欸 被虐 對 有 有 交男朋友的時候 跟那一半 你不覺得也有嗎 你不覺得嗎 我們有一點 我們看起來強勢 但是 會欸 可是我們會 因為想要親力親為 而且我也是那種 一旦答應人家做的事情 你就會做到 我就全力以赴 對 那你小劇場會很多嗎 心裡阿 談戀愛的時候 每天 有阿 偶像劇情節阿 或者是自己在那邊 覺得自己好可憐喔 然後 或有時候覺得自己好幸福 都自己幻想出來 但你會不小心表現出來 給對方知道嗎 當然也會阿 你不會在對方面前 你不會在另外面前 你不會在另外面前 有時候哭阿笑阿 也是會阿 可是他會突然覺得很莫名其妙阿 就是欸 怎麼這個時間 我覺得大家都習慣 因為我笑點很低 哭點也很低 嗯 就習慣了 因為我現在回想 就是 當然你以前有一些 你不要亂回想 不要回想 哈哈哈哈 我沒有要問人啦 就是 我現在回想你以前 當然有一些 呃 情史會出現在媒體上面 那我很好奇的是 你是女明星的身份 那 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也會有那種 他喜不喜歡我 我要不要追求他 或是什麼的那種 會阿 嗯 會 那怎麼處理呢 嗯 你需要出手嗎 看對方 嗯 有一些 不用出手就 反而 就是出手了 你懂我意思嗎 有些男生喜歡 嗯 就你不要出手 然後就越想要來 弄你一下 嗯 那有一些是你 有時候你就覺得 不是明明 哈哈哈哈 我要出手一下 哈哈哈哈 那出手都中得了嗎 嗯 我幾乎一輩子 哈哈哈哈 欸他長這樣 對啊 對啊 長得漂亮的女生欸 我覺得有時候 不是只有漂亮漂亮 可能我覺得我的個性啦 跟男生也可以先從哥們 做好朋友 所以 比較不會 我真的就是還蠻能 很認真的跟人家好好講事情 所以你談戀愛 當然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喔你不是 你不是來 你知道嗎 我又不是要來 騙人家感情 我說我還擔心人家騙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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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會開玩笑說 你是不是要騙我的金錢和同體 哈哈哈哈 然後就說 同體 你哪來的同體 哈哈哈哈 是老公說什麼 沒有說每一任我都會跟 開這種無聊的玩笑 因為這就是巨蟹做很幼稚的地方 失戀的時候會很痛苦嗎 很痛苦 可是我覺得 就是我不太能理解 演員 當然不要公開 有不要公開的好處 但是 這個是不公開 但是演員一定要 一定要談戀愛 但是 那個發音就真的好好聽喔 真的嗎 你真的是做唱片出來的耶 沒有人在聽這個耶 剛剛講什麼 失戀 嗯 很痛苦 那你就怎麼處理 你失戀不痛苦嗎 痛苦啊 就 喝酒消愁 就跟一般大家一樣啊 但你可以貪在家裡三天那種啊 失戀的時候 ok的 所以 一半的身體在地上 一半在床上啊 三天 不洗澡啊 然後就是那種已經 可能 那個叫什麼 已經不是自己了 嗯 現在 已經有了幸福的家庭 然後講這些都好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而且講得好輕鬆對不對 對 就覺得好久以前的事情喔 嗯 就是我覺得你的那個更衣室真的好棒喔 喔謝謝 就是 身為gay也是一個有夢想幻想的更衣室 當然啦 因為 gay跟女生的 連結跟男生 或愛漂亮的男生啊 嗯 因為你們會比較懂這種 呃 就像我們對生活有要求 我們就會喜歡藝術啊 然後當然也喜歡裝潢 所以也會喜歡時尚啊 對 對啊 因為他就是比較 我覺得他都蠻公正的 對而且他 他一直說他沒有什麼女性族群啊 我說不會啊 像我們媽媽這種也有在看 所以你要幫他多拉一些gay族群 哈哈哈 不然他應該很開心 他很認真耶 他很認真啊 我覺得我們會彼此給這個機會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棒的年輕人 有時候是姻緣機 不是說我就隨便就是答應人家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他是一個很棒的年輕人很認真 然後那時候我又剛好 又加上私家的關係 然後看youtube 所有的所有一起連在一起 我就發現 欸他是一個很棒的 所以然後也是剛好我要搬家 他問我才有這個機緣 不然不會有這個緣分 因為他蠻誠懇的 而且對介紹你的家是持平的分享 而不是說 喔這個這個非常貴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就只是強調他的價值 而且還真的都知道那些品牌 對那些品牌的 或者是有些我是用平價的什麼 他也會知道這樣子 他很專業 而且家裡真的是 還好 漂亮之外功能性也有 我現在的新家那個 已經沒有到那麼大了 之前有點太太囂張了 哈哈哈哈 生了三個小孩以後 有收斂一點這樣子 嗯 現在小孩好帶嗎 小孩永遠都不好帶 我的小孩算乖啦 但我覺得 其實他們真的就是健康平安就好了 嗯 但差一歲一歲一歲 應該就 很可怕啊 哈哈哈哈 他們就team up啊 他們有時候會一起說謊 一起說謊 一起對抗你 然後他就會說 媽媽你剛剛不是說可以看卡通吃完晚飯 嗯 然後我也忘了禮拜幾 因為譬如說我們有設定禮拜五可以看卡通禮拜幾 然後其他時間要做功課 然後我就說 對啊 我就也很自然 因為我想說 沒有想到小孩長大了那麼快 嗯 然後他這樣跟我說 對啊我剛剛有講喔 然後姐姐說 對啊你剛剛明明講啊 弟弟也是啊 就一起 一搭一唱 對一搭一唱 然後我就喔好 然後我們就 我就 就吃完晚飯 然後我就讓他看 然後我 我真的是到了 要睡覺的前面大概十點 已經過兩個鐘頭 我才恍然大悟說 我有說過嗎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應該不是欸 他們騙我欸 然後我就又趕快跑去問阿姨 我說對不對 我們就還自己在那邊對 哈哈哈哈 然後每天要做那種小偵探 其實就是無聊琐碎事情 可是我就覺得不行 這個如果沒有盡力起來以後 只會越來越一種 嗯 我隔一天就很生氣嘛 他們說 我昨天阿 才這樣 因為哥哥說什麼什麼 你說阿姊姊說什麼 就在那邊拉來拉去 就是他們在說謊 哈哈哈哈 他們好成熟跟 都很會啦 以前其實小孩很容易manipulate 就是開始有點說謊 這是人性嘛 嗯 那但是你就會要 只是他們還小還不懂說 他說謊會被發現 就像姐姐我就說 你回來洗手了沒 洗過啦 我說真的啊 我沒有看到你誰洗的 他說喔誰誰誰 他就講那個阿姨的名字 喔那個阿姨幫我洗過啦 嗯 今天這阿姨請假 阿姨沒上班 哈哈哈哈 誰請假欸 今天禮拜天他不在欸 所以你就會覺得 你又是又氣又好笑 所以你從小就要一直跟他講 嗯 小孩真的很多 有的無話無話的狀況很多 好啦趕快多拍一點影片給大家看啦 好啦 就最近再拍一拍 也應該要讓他們休息一下 哈哈 那就是以你自己為主 蛤 我要拍什麼題材 你們要不要幫我想 你還要不要來當我的企劃 然後來當我製作 哈哈哈哈 你也認識小念 我知道他是誰 因為就是 從 因為我之前我會看朗沙嘛 然後 09的頻道是他做的 那我也知道 因為 思佳是跟09是因為朗沙結識 所以也去做他的YouTube頻道 所以我知道這個人是誰這樣 對對對 好啦今天謝謝你來我們節目完 謝謝 好玩 謝謝謝謝謝謝 很輕鬆又好玩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YouTube和Podcast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今天再次謝謝觀音姐姐 來到我們的哇靠有事嗎 大家下次見 掰掰 謝謝觀音姐姐 掰掰 欸你看我會做這種東西 哈哈哈哈 Enjoy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嗎 我是樂隊嗎 好嗎 待會兒 你可以分開 各位